IT之家1月15日消息 英伟达于1月5日 正式发布了全新的RTX3090T旗舰显卡 这款产品拥有10752个KUDA核心 依旧配备24DBG DDR6X显存 但是显存颗粒的带宽快至21GB每秒 比RTX3090更快 此外 显卡功耗也高达450W 相比上一代高出100W 根据外媒TweakTown消息 英伟达决定要求板卡厂商暂停GoForce RTX3090T显卡的生产 此前有消息称产品计划于1月27日发售 值得注意的是 英伟达从未公布RTX3090T显卡的公版定价和发售日期 有消息人士表示 确定显卡暂停生产的决定是真实的 原因可能是显卡BIOS以及硬件都存在潜在的问题 IT之家获悉 英伟达RTX3090显卡 默认加速频率为1695MHz RTX3090T基础频率1560MHz 默认加速频率达到了1860MHz 这也造成了显卡功耗远高于同系列其他产品